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它的发生发展 有它的一定的规律 很多历史的载体 其实就靠的是我们这些建筑遗产 它的存在其实在提醒我们 我们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 我是胡新宇 我是石家胡同博物馆建设项目负责人 这三层砖呢 就原来在这个地基上面 我们挖这个地基的时候 挖到了清代的地基 其实最开始初衷呢 是做一个胡同的复兴的一个项目 但是胡同本身它是一个空间 它是一条被接的道路 并不是说是一个建筑形式 所以你没办法恢复一条胡同 最后先从一个院子着手 石家胡同博物馆这个宅子 以前的主人叫林福鹏 光绪年间的近是二甲第三名 我们来了之后 发现这个有很多的历史 因为这是做博物馆 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这个院子原来的规模 应该在六七千平方米 我们现在的占地面积 只是一千多平方米 只是它最后两进院子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尽量恢复这个院子以前的一些面貌 所以我们找到了它老照片 同时我们在真正拆这个房子的时候 也尽量把房子的上面一些老材料 尽量做一个回收 建筑材料上有一些是居民捐的 比如两块条石 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这种小青石 原来那个邻居他拆他们的房子的时候 他就可以留下来这两个小青石 这两个小青石就变成了我们博物馆 建筑的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 高叔叔 您好 您好 您这个以前住在这儿 然后您画了一些老地图是吗 对对对 我们2006年那会儿 建东方光厂拆了东丹的头条道三条 拆这个头条道三条的时候 我当时当然也知道 但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觉得这个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 所以您家大概就是这个位置是吧 对大概这个位置 我们小子下学就上那儿去 四年级上那儿去 从这儿四年级以后 就上景山了就升级了 大历史小历史其实都有它的意义 有的历史可能是小历史 比如说这个院子曾经 他们搬到这个院子的时候 有一种兴奋 他们有他们的美好的回忆 所以也是这个原因 让我对文化遗产这四个字 有一个特别深入的一个了解 北京的历史不是以前那样 我理解的那么 就是我们历史课本上的 一系列的一个年表 而是一些很丰富的 很立体的一些事件 这些建筑本身 有更深的这样一层意义 胡同的生活 其实就是一种平民的集体记忆 我是南城的 我记忆中胡同的感觉 就是各种野趣 你家院子以前种过树 种过乡村树 种过桑树 种桑树是因为我喜欢养残 满处去找桑叶 所以现在我远处看一棵树 是不是桑树 我很容易看出来 这是我的一个怀念的一个基础 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 生活在一个水泥盒子里头 生活在一个水泥盒子里头 长期的话你会形成一种心情 和抑郁 所以我觉得 这个赐河院其实是一种最理想的人居环境 咱们这儿呢 书院其实中国的传统 应该院长是不对的 应该叫山长 但所谓的山长 就是书院的头 最早我们就想在色培院里面 做点跟文化跟教育有关的事 我一直觉得就是现在的孩子们 失去了我们小时候很多的这种机会 老子匠叫武色令人目盲 我觉得孩子现在选的太多了 他可能就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这本书叫北京色培院 是不是 你看北京色培院 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院子 对吧 你看他的主要的房子 一定是朝南的 他是在悉尼出生的 那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更多的了解 老北京的文化 我们不能说让我们在国外 生活小孩就断掉了 不知道 所以呢我就希望他每次回国 都有机会接触一下当地的文化 我们希望在一个小院子里头 在这里面我们讲老北京的故事 帮助孩子理解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重建一种我们传统的文化空间 寻找一种传统的文化秩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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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